当再次面对同学们的无端指责时 他选择不再隐缘 踏马的又一个脑残 少爷 要不要我下去把他挪开 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给我撵过去 是 随着保镖的一脚油门下去 夏末顿时被吓得连连后退 随后直接摔倒在地 太过分了 我要和你这种人渣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那你想怎么断 我 我 总之就是要断 除非你马上跟我去找魏祥学长道歉 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他 否则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好好好 说得好 你踏马的从初中开始就接受我们魏家的资助 每月三千元持续了六年 还有你身上穿的 平时吃的喝的用的 哪一个不是我魏家出的钱 想断了是吧 好啊 还钱啊 随着魏晨的一声怒吼 夏末瞬间就慌了神 我心怀善意想把你拉出泥潭 可你却忘恩负义假清高 拿着我魏家的钱财供养你们一大家子吸血鬼 还口口声声在我面前喊人意道德 奖励圣母小卖花人设是吧 我 我没有 你没有 这些钱老子就算拿去喂一堆猫猫狗狗 他们都知道对我摇尾起怜 而不是反咬我一口 听到这话的夏末顿时瞪大着眼睛看向了魏晨 他不敢相信曾经的舔狗如今竟敢这样辱骂自己 我只是不想你和魏祥学长关系破裂而已 你怎么能满口都是钱呢 你现在是掉在前眼里了吗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这么试快 少他妈废话 从现在开始我会中断你每个月的注血金 你们一大家子的花销账单也会给你寄上门 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还钱吧 说完魏晨坐上车扬长而去 只留下夏末愣在原地久久无法回神 很快魏晨便回到了魏家别墅 此时客厅里已经备好一桌菜肴 而魏晨则是一言不乏 直接坐下就开吃 你的家教呢 回到家也不知道叫人 哑巴的是吧 你是人吗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就连动物都知道对自己的孩子好 可是你们却放着亲儿子不腾去腾养子 就这德庆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人 此话一出 魏国红顿时被气得满脸账火 就在这时养子未想也走过来 大哥要是不喜欢我待在家里 我可以走的 你千万不能对父母这么不尊重 这是要早天打雷劈的 不想挨揍的话就把嘴巴闭上 哦对了 治理太急了 你还是去那一桌吃吧 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 魏晨立马闭上了嘴 然而魏国红夫妇此时却并没有立即发怒 而是渐渐收敛了眼神里的怒 并强形装出一副和善的模样 小陈你也真是的 咱们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呢 这是我吩咐王娃特意为你做的红烧牛肉 你留了些什么东西啊 爷爷留了什么你不清楚吗 当初他老人家死的时候 你可是巴不得把一根毛都塑挂干净吧 连远在燕金和省里的戴孤二姑都分不到一丁半点 你别扯其他的 我说的不是股份和房产 老头子是不是给你留了情报网 人脉 还有各大家族的把柄之类的东西 你还是个未成年 有些东西你把握不住的 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在被地理想弄死你呢 快把东西全部交出来 是啊 我们当爸妈的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出事呢 你把情报网交出来 把知道的一切信息都交代清楚 以后你老老实实读书就好了 听到这里未成不由地笑了出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老爷子并没有留下什么情报网 只不过是他前世知道了太多秘密而已 你笑什么 快点交出来吧 我们卫视集团最近与锦江集团有个大项目在推进 信谢的半分情面都不肯让步 你把他黑料拿出来 我非得让他狠狠出一次邪不可 你可真会做美梦呢 我要做也是把你的黑料给卸动 怎么可能帮你对付他 此话一出 贵国红夫妇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他们没想到如今的魏晨竟会如此绝情 大哥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对付爸妈呢 卫视集团是咱们一家人的心血 你不能这么过分的 外人 你他妈才是外人好吧 我再提醒你一下 卫视集团是我爷爷一生的心血 不是你司机老爹的心血 别以为改革性就能纠战雀巢 想不老而获就回去继承你亲爹的锅碗瓢盆去吧 大哥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你不是知道错了 你只是胖了而已 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 魏国红再次被气得满脸涨红 而肚丝会更是直接晕倒在地 很快家庭医生便赶到现场 夫人这是因情绪激动 引起血压升高从而导致的头疼病症 吃半片酱药药就好 实在不放心可以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 天啊 大哥你怎么能把妈妈气出头疼病来 这也太不孝了吧 夫人的头疼症已有十多年病逝 一直伴随着剧痛和失眠 甚至偶尔又出出裸吐现象 以前受过不清的折磨 不是现在才吸出来的 对对对 以前他去过很多医院检查都没用 最后不知怎么就好了 是陈少爷用中医针酒配合按摩药膳调理好的 三年前老爷子病时候 他就开始给夫人调养身体 算起来夫人已经有两年都没犯过病了吧 说完医生满脸钦佩地看向一旁的卫尘 而其余几人则是表情复杂 他们没想到曾经的卫尘 竟然默默地为他们做了这么多事 陈少爷 要不你来试试吧 你给夫人扎个针再按摩一下 应该很快就能缓解 我可没有行医执照 你们还是把人送医院吧 再说了人家还有最爱的养子呢 轮得到我出手吗 小畜生 他可是你亲妈 谁能眼睁睁看着亲妈遭罪 真不怕天打雷劈吗 你的良心呢 良心值多少钱一斤 都这时候了 还想让我免费给你们当牛做马 你想屁吃呢 你 把你别和大哥吵 万一把你也气病了该怎么办 你倒下的话 咱们这个家也得散了呀 杀 说完卫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客厅 只留下众人愣在原地瞠目结舌 片刻后惊醒过来的杜思惠突然坐了起来 不行 我得找小陈说清楚 这些天是我对不起他 可毕竟母子哪有隔夜虫 他一定会原谅我的 很快杜思惠便来到了二楼 然而正让他想要上前推门时 却被保镖拉了下来 夫人请指步 少爷不喜欢有外人踏足二楼 外人 我是他吗 赶紧让卫尘出来一下 就说我很难受 少爷在休息 任何人都不得打扰 特别是夫人你 少爷特意交代过犯病了就去医院 所以也别来烦他 听到这话的杜思惠 顿时只感觉五雷轰笔 头晕目眩 此刻他才终于意识到 卫尘根本不是在闹别扭 就在这时 卫家几个姐姐终于赶了回来